生活王國是一個健康保健品專門店 我們擁有一系列自家王牌保健產品 多年來,成功的個案令我們得到客人的信任 回途客絕對是我們實力的保證 無論你從事什麼行業 無論你企業規模有多大 生活王國都可以幫你提高你的曝光率 因為我們擁有超過10萬名觀眾 透過定時對產品的直播 還可以提高產品的曝光率和品牌的信任度 令到客源繼續擴大 生活王國誠意邀請你一齊參與共贏平台 融合線上與線下一齊打造新零售行銷模式 期待與你合作 大家好,一會兒不閉嘴 本身想著今晚回家才慢慢做 因為我在等著,等著什麼? 等著就是王毅和布林肯會面 這個真是世紀會面 雖然見了很多次 但是這次擺明布林肯現在跟你說 喂,你一是就聽聽話說 如果不是的話,我就會對你銀行體系下手 跟著我還會刀刀見骨 那當然了,一早預知到 中國沒有什麼水位咒 為什麼? 從頭到尾 你要明白 中國是不得一定會支持普京的 你今天叫他不支持的 即是說 習近平將會以自己一國之力對應整個西方國家 所以你叫他放棄普京是很難的 今天布林肯一來,普京已經宣佈 五月份他一連任俄羅斯總統的話 他就即時訪問北京見習近平 那你說了,你有沒有彎轉? 而習近平已經來到這裡 他硬頂 那當然了,之後布林肯見完王毅之後 會不會再見習近平呢? 這個就可以大家想一想 但是你看到王毅的態度你就知道了 王毅今早在北京會見 布林肯舉行會談 王毅表示 中美關係總體止跌回穩 即是現在已經跌到低谷了 已經穩定了 雙方各個領域的對話 合作和積極的面增多 即是說 今時今日我們經常去聊天 我們是非常積極的 即是大家都是 希望合作好些 但是另一方面 這個就是重點了 中美關係負面因素仍在上升 即序 其實真的不知道 你這裡就說止跌回穩 接著就合作共贏 接著你就說 負面因素上升即序 面臨各種的干擾破壞 中國的正當發展 權利遭受無理的打壓 中方核心利益 不斷受到挑戰 那哪一個打壓你 你直接說美國 美國打壓你 挑戰你們的核心利益 黃毅促請美方 不要干涉中國內政 不要打壓中國的發展 不要涉及在中國的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上 踩踏中方的紅線 布林肯會上就強調 美中應該避免誤判 外長黃毅說 中美堅守穩定向前的正道 抑或重蹈覆轍 螺旋地下滑的覆轍 這個是擺在兩國之間的重大問題 也都考驗雙方的誠意和能力 雙方是引領國際合作 應對各種全球性的問題 實現雙贏多刑 亦或彼此對立對抗 甚至爆發衝突 導致雙方雙輸 國際社會拭目以待 即是你看一下 你有本事你就來吧 而他為 這裡畫了三條紅線 就是 美國 在這裡打壓中國發展的正當權利 別人不做你生意而已 是不是 不買你中國貨 不是 人工智能 不是晶片給你而已 喔 那你有本事的 我們中國這麼強大 自己做吧 對不對 我們習近平經常都說自力更新 吃草三年有什麼問題 不要低頭 但是王毅你講 今天我們中國發展不起來 就是你打壓我 發展的利益 就踩我們的紅線 而不單止是這樣 就是核心的利益 核心的利益是什麼 南海的利益 台灣的利益 這個是內政 就是你現在 你美國佬來 是你搞我 你乖乖地 合作共贏 如果不是的話 就大家相輸的 你拭目以待 就是王毅今天 不單止訓馬 不單止立紅線 他直接跟美國叫板 就是硬撼你 你有料你就來 有歷史以來 兩國的外交官 一個是美國國務卿 一個是中國的外事辦公室主任 兼任外交部部長 這兩個人 今天就在北京硬撼一幕 那當然了 對於美國佬來講 他來到這裡 只不過是遞了一個 國書 就是說你不要搞 不是的話 後續大把事情做 但是 你對於中國來講 你能夠做到什麼 人家就是不賣晶片給你 你是不是真的有本事自我研發 現在台積電已經突破了一納米 就是說已經超越了一納米的技術 已經進入第六代的晶片 你現在做七納米 都鬼鬼碎碎 而更重要的是 光刻機都不到你手 至於你說產業鏈的 现在人家限制的你的太阳能板 你的新能源汽车 你的所谓的锂电池 已经在美国那里开始减 接着不停这样走 而这一次人家讲到明 他说如果谈不定的话 这样就会制裁中国的银行 究竟是制裁小银行 还是大银行 那你问王毅 今天硬坎布林坎 那当然这个不关王毅事 因为真是能够说到事的 那个就叫做习近平 习大大 我们习主席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王毅负责 哎 布林肯你过来呢 这个腰弱 当然是中国发出腰弱 接着你来到之后 未见习主席 或者见不到习主席 王毅就已经将你奋斥了一番 而为了跟你说的时候 你有本事的话 我就跟你硬坎一锅 但这个肯定 handsome 让某些呀 厉害 这个基本上 是中国 现在是挑战你美国 就是你美国有多厉害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今时今日如果真是迎来的 就是对银行体系下手 我们不要说这些各有银行 就是中小银行 第一 他们一般来说是用房地产 房地产的压住 就是有租有成 甚至帮人家买楼做按揭 赚钱 这些中小微银行 今时今日房地产没了 给高一点利息 给一些用户 今时今日 你也都见到很多人大量存款 但是当另外一方面 你收到的存款你要借出去 房地产借不出去 唯有就靠做外贸 就是收LC或者兑换美元 这些这样的服务 协助中小企走出去 结果如果他们都封杀了你们 你们中小银行的生路的话 如果一燃烧到香港不用SWIFT的话 然后超过三四个月的时候我就已经讲做节目 我说拜登要拖 他为什么会拖 他要拖到他今年2024年 他选举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了战时总统 他打赢这场仗 所以你看到今年很急 撥款很急 各方面很急 这个你是完全看得到的 这里也都看到 美国今时今日 他们下一个要对付的就是中共 但是习近平 这一次真的给了一个借口 整个美国的官僚体系 不要说拜登 整个美国的官僚体系 就一定会欲仇 而最重要的就是 他工具箱里面 大把工具 要士巴拿又士巴拿 要螺丝批 要有螺丝批 要十字批都有 跟着还有紧透 锤仔 什么都有 大量的手段还没出 而中国到今时今日 反制的只得什么 只得 就是没卖大豆和玉米 在今年里面减了一半 除此之外 有什么真的可以相跟动骨 在这里你就看到 中国 由房地产引爆 跟着外贸的生意的萎缩 内需不行 今时今日 还要分分钟制裁银行的话 而更重要的就是 美国楼可能还有 很多的招数没打出来 就以昨天公布逼桂圆 他已经被香港人 已经申请他破产的外国公司 那当然了 这个是外国债 只要他去大陆的内债 内房债 他们不爆 是没问题的 结果有八家公司 就是八笔的款项 牵涉一百一十亿的人民币 跟着延连三年还钱 就是你还息就行了 那当然了 这个就是中国不想房地产真是爆破 他怕顶不住 其实到今时今日 恒大都还没宣布破产 你被人告是香港的 他大陆恒大是还没破产的 虽然许家人逮捕了 而来到这里你就看到 看到什么 我们中国在香港这些内房股 有四十只在恒指上告 他们停牌 因为连审计报告都交不出 这个 这只祸 或者大陆叫爆雷 究竟影响有多大 那当然在这里有华尔街日报 他们作出了个调查 他访问了两班人 一班是纽约的基金 其中一位人兄 他2016年 他到天津 去天津看中国的投资 结果当地人 就带了他去 看了一个叫做 天津环亚国际 的一个商城 这个商城很厉害 他最主要的写字楼大厦 是高过美国的帝国大厦 不单止是这样 他里面有酒店 购物商场 甚至有写字楼 还有住宅 而他的面积 是大过欧洲小国的摩洛哥 那时候是2016年 他问发展商 这么大型的地产项目 你们是怎样推销的呢 结果 负责招待他那位人兄 他跟他说 我们这里最重要的 我们有一个马球场 马球场是英国 或者印度的传统的一种运动 你见到当日的大妃大安娜 在上高英之沙爽 你也都见到查理和斯王子 在马球上高 真是当日英俊了 不过现在年纪大就两件事了 真是颠倒众生了 真是当日他两个走出来 真是 但不知为何 会换了卡米拉 就真是笑了 那 问 那你这个马球场 就是你们的楼盘卖点 没错 这个就是我们的楼盘卖点 2016年发生 当日 这位投资专家 他恶了言 他说你凭什么呢 为什么 你们有没有做过一个可行性的报告呢 就是为什么一个马球场就可以 每一间楼 就是2016年每一套房 一百万美金起跳 就是七百万人民币起跳 在天津外围 你们凭什么这么有信心呢 很简单 他认为就是有马球会 你都知道了 很多外国的投资家 甚至很多的外国企业 他们的高管就喜欢打马球 那我们这里有马球场 那他们就把总部搬离天津 哇 听到这位纽约投资人员 够都缩了 不用可行性报告 你有没有计过数的呢 有没有访问过的呢 你怎么能够这样的投资 在这里他就知道 中国的房地产 在2016年就已经是玩完了 顶不住 跟着华尔街日报 还找了两个 两个的会计师 他们本身在中国已经 营营逆逆很久了 做了很多年 他们2016年 他参观恒大 他没有说这两个是属于什么公司 但是我估计是属于 罗兵涵永度 去到恒大 恒大招呼他们 他们开了车 看恒大的楼盘 穿过十几个城市 四十个恒大楼盘 他们见到很多的烂尾楼 见到很多楼卖不出 即是死城 在他们的印象中 中国的房地产 起到这样的一个大泡沫 不单止是这样 恒大的股票是一民不值 是不值得投资 但是他们和当地政府的官员 和一些开发商 或者一些人他们谈 他们发觉 他们唯一觉得 恒大不会倒 楼市不会倒的 最主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可抗力的中央人民政府 和地方政府 他们一定不会被这些房地产死 这个当然是所有人 都是合理期望 大到不能等 这两位仁兄 他和之前的投资专家 他觉得 如果你觉得 现在的楼市 或者你这间公司 他不行了 那就要加入做空 他 赚钱 如果你觉得 这间公司 是一时的困难 跟着 他会 股价升天的话 那你就要投资他 铺入他 结果 这些公司 全部 在后面 他们觉得 中国政府 他会加杠杆 他会托住的 你 怎样都不会被他想 结果恒大 销售已经差到点 逼跪完所有的货地产 的泡沫 每一次出现危机的时候 中央政府 和地方政府 就出手 托住个市 结果令到这班外资 他们赢了很多钱 就以2017年 就是明帝二任 任期开始的时候 就以恒大 恒大在香港的股票 升了458% 你没听错 市隔一年 恒大是升了458% 而他们卖楼的销售额 是大增11% 就是如果当日 你买入恒大 你就发达了 你难怪 难怪什么 难怪你看一下 郑家淳 郑鱼彤 郑鱼彤 两父子 加上 大哥 这么有眼光 一年大升这样的钱 哪一个不深紅 哪一个不看好中国 每一次出现危机的时候 他们就有中央出手 将这个泡沫越崩越大 大家都赚尽最后一个同盘 那当然了 在今年的2月份 单单碧桂圆 它的销售量已经跌了85% 3月份再跌83% 根本上是没得搞的 而高盛 高盛 他预计的就是现在 中国的房地产 头50间的公司 他们欠银行的债务 是52万亿 是不是很惊人 而高盛更加说 这些房地产不单只欠52万亿 他们现在有2000套 2000万间楼 是难未 是未能交付的 如果你要 这些房子也要 需要的就是 4400亿美金 4728 即是3万亿 你要买不买不知道 摊不摊订不知道 但是你要令到中国的房地产 保交楼 这些烂尾楼 全部完成的话 你还要扔多3万亿人民币 52万亿的债务 3万亿的 如果今时今日 有中小银行 因为习主席支持普京 而他们没有办法做外面生意 而防地产 他们落了一搭 很快就会变成了金融风暴 这个是极得人惊的 这里的主角出来 华尔街日报 他报道的就是说 会计师睡着了 不醒 为什么这些公司可以欠这么多钱 当然 有地方政府 有中央政府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沈继思和律师的帮助 他们很多时候就用世界 所谓的四大的会计师行 其中一间的就是 羅兵涵运动 他们跟很多的企业 进入中国是完全一样的 他进了去 接着他们适应了 即是不能够走西方那一套 不能够走美国佬那一套 他们在那里做假数 那当然了 这个我想的 是不是怕你告我 即是他们知道 在华尔街日报里面 说得很坦白 就是你眉上了眼睛 你当看不到 接着你们出的审计报告 而最大问题 因为不是在美国 如果在美国的话 告到你破产都有 但是在香港 在大陆 有些不可抗力的因素 最重要是 跟中央人民政府谈得好 跟地区 即是说这些地方政府谈得好 确保到自己 能够过到骨 找到大钱 而恒大就越崩越大 去到2013年 当恒大尾声的时候 罗兵涵运动就大声说 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但是他会不会有事 不会 因为如果他有事 他会爆更加多的秘密 各方面的东西出来 对于中国政府 这一个并不是好消息 他们只能够针对恒大 其实高城给了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很重要 这个建议是什么呢 他说以现在中国的空置房屋 以中国的 建议多了的楼 如果你不想 就是你要解决泡沫化 第一时间你怎样 用炸药 把现在的空置单位 炸掉 就是这些死城楼盘 不会有人买 你炸掉它 让它减少供应量 要炸多少 四成至五成 即是二千万间的空置楼 至少你要炸了一千万间 不能够让它们在中国市场运转 那当然你说高城靠海 不是的 怎样会 是不是 但是 今年的房地产 一二线城市加上 已经下跌了5.9% 即是6% 而这个跌势 是没有任何的水分 只有多没有少 这个就是现在中国的房地产的影响 而今时今日 还要面对的美国夹击 如果真的爆炸的话 究竟中国的金融危机有多大 很多外资他们在计数 哎呀不会蔓延到四周围的 顶得住的没有问题 是不是 不会影响世界的 是的 你看到这些金融大学 这些公司借了这么多钱给他们 借美金 在香港借给他们 结果他们现在倒闭收场 但是又影响不到他们国内的生意 这盘数 真是懂得搞 那当然 碧桂圆 今时今日 筹到110亿 这个是白名单的威力 银行借钱给你 但是从头到尾 没有解决到你的房屋问题 只是以新债 蓋救债 延忘多你三年的寿命 但是你始终都好 你的房子卖不出 这个才是重点 王毅 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 和布林肯反面 但是反面的后果会怎样呢 美资不会来 基金不会来 还要制裁你的银行 所以说 接下来 真的会怎样 节目做到这里了 短短地 希望大家赞 追踪 追踪 订阅 科金看广告 可以的话 加入会员和Patreon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可以的话 请大咖啡咖啡 三十 一 二 这三天 我们做开放日 这样呢 主要就是母亲节 有些类似产品 优惠给大家 另外呢 就有 连环直播 即是不停地做直播 推介别人的品牌第一点 接下来呢 今天呢 就是今个星期 我最后一场的大货直播 下个星期一 我依然继续 就是说 我呢 就做眼周 那么呢 橙妹和Emily和雪儿 或者有位新同事 因为文敏没做 那呢 就 文敏昨晚都来 回来探我 那么呢 她有些问题要解决的 我都要 我都跟她谈了 我说呢 应该这样做可能好些 是不是 趁着现在 可以静下来的时候 有些东西要尽快完成了 那 另外找新同事 就是5月7日上班 如果齐人的话 那我们就会 每晚呢 都会有大货直播 那呢 还有呢 不单止推我们的品牌 也都推外面 那希望所有的人都支持啦 在这儿 多谢大家先 节目就到这里了 和大家说一声 拜拜 拜拜 生活王国 是一个健康保健品专门店 我们拥有一系列自家王牌保健产品 多年来 成功的个案 令到我们得到客人的信任 回途下 绝对是我们实力的保证 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 无论你企业规模有多大 生活王国都可以帮你提高你的曝光率 因为我们拥有超过10万名观众 透过定时对产品的直播 还可以提高产品的曝光率 和品牌的信任度 令到客源继续扩大 生活王国 诚意邀请你一齐参与共赢平台 融合线上与线下 一起打造新零售行销模式 期待与你合作 四次画面 一个嘞 分和五次画面